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坐火车去开封 到开封只有一站 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 坐普通火车 现在坐绿皮火车到开封 40多分钟还是很快的 10多块钱 坐这一趟车方便多了 直接就可以到达开封站了 开封站应该是在市区吧 还有呢 如果我坐高铁要来回头转 要从郑州东坐到开封北 所以说时间来不及 然后呢 那个票价也贵 做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已经上车了 车上的人很多呀 现在已经出发了 开封到了 到达开封站 出站往哪里出呢 有往这边来的 还有往前面走的 现在已经出站了 这边呢 就是开封站的广场 现在呢 到那个开封火车站广场了 已经出站了 准备呢 在这附近早点吃的 先吃饭 因为我也是转了两次 从先到郑州 坐高铁到郑州 然后又从那个郑州啊 坐那个普通列车到开封 为什么这样操作呢 为什么不全部坐这个高铁呢 因为坐高铁到开封不方便 我是到郑州站下车的嘛 如果坐高铁需要到郑州东站 并且到开封以后 是在开封北高铁站 到达开封北高铁站以后呢 还要转车到市区 所以说那么直接 从那个郑州站到开封 四十几分钟啊 也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反而要花三个多小时啊 所以说呢 我就选择了这一套 又便宜 又省时间的 我这也属于第一次来 那个开封 如果有老朋友 经常硬看咱们视频的 就非常清楚 在应该是一年多以前吧 我曾经骑三轮车的时候呢 那么经过过开封 经过开封呢 没有在这边停留 因为大家也看得到 市区里面 没有什么三轮车 是吧 但是你看 有摩托车 摩托车可以到 下次我可以骑摩托车来 因为那个 在市区里面 前面有两辆三轮车 那个时候呢 是不允许三轮车进的嘛 我就没有 骑三轮车进来 所以说也算是第一次 进入开封 咱们呢 就是尝试一下 在这边的这个伙食怎么样 消费又怎么样 现在准备去前面 骑个单车出发吧 很多朋友们也是建议啊 你吃饭就是离开火车站 那么呢 咱们也是离开火车站 到其他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这一条路呢 是这个中山路 我看了一下 中山路 我准备先找个地方住宿 完整下来 然后再去其他的地方吧 这边呢 我看刚才看了一下 也有很多的旅馆 靠近火车站附近 看看这边的价格怎么样 这边的这个巷子啊 我也发现 很多类似于城中村一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还是顺着大路走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在网上也大概看了一下 我也想就是说 现实和现象 就现实的吧 和这个线上的 相比较一下 看看哪个便宜 哪个比较好 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我到一个城市 很多朋友们问 我怎么找住宿的地方 会找到那么又便宜 又实惠又好的 也就是说 多比较一下吧 然后看一看这个评价怎么样 再现实的去看一看 这样子就能找到 又便宜又合适的 还有一些朋友们在问说 你用的哪一些软件 订酒店的这个软件可多了 大家哪一个都都行 因为毕竟来说 它一个酒店不可能 再上一个平台 是吧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可以见见一下吧 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在这个火车站周围 相对来讲 我想火车站周围嘛 应该属于一个繁华地段吧 这环境好 应该不用看都可以住了 一看是新的就感觉很干净了 是吧 新的新的都干净了 对对对 没有旧的 这附近算不算是市中心 或者是反法的区域 这不注意 市中心在往北走 在往北走 反正立旁边的景点 火车站 哦 火车站我知道 立那些景点什么的 不远都 从这里骑个单车就过去了 我看 骑个单车 大个小时 行行行 费多了 现在已经住下来了 看这环境 是吧 非常干净 等一下给大家看看是多少钱 住二楼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了 先看看吧 这个205住宿费40元 然后押金20 押金走的时候再退 我那个线上和线下都比较 在周围也都比较 就是这一个是比较好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实的环境 电视机是吧 但是现在 基本上电视机就没有用了 大部分都是摆设 空调也有 空调这个价位 就是你要是开空调 那么就是另外加钱 现在这个天气不热 也用不着开空调 还有床上的这个被弱 我也看了一下 它也是一刻一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枕头上面的洗的这种折印 都是新洗的 闻上它都有那种洗衣粉的味道 还有这个热水壶 我基本上都是不用的 因为我自己随身带的都有这种水 还有呢 它这里那个拖鞋 我也是不用 因为我自己有拖鞋 自己都带着拖鞋 然后再给大家出去看一下外面的环境 因为这个是没有卫生间的 还有包括上卫生间啊 洗漱啊 都要去看一下 看它上面也有挂衣服的 是吧 这两个床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两个人的话 一人二十块钱 你在其他的地方 应该是绝对找不到的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环境 我还没收拾 等一下回来再收拾一下 还有一个椅子 这个窗户可以通风 先打开通一下风吧 这边呢是卫生间公用的 有热水器 也是非常方便 看上去这卫生间里面干干净净的 是吧 它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这上面是插卡取电 不过它这个卡一直插在这上面的 洗漱 洗漱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洗漱台 洗衣服啊 刷牙洗脸 都是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找的 四十块钱的这个住宿怎么样呢 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 你四十块钱 可能是住不到那么环境 那么卫生的 那么干净的地方 是吧 你看在开封 又便宜又实惠 环境也好 是吧 在这里随随便便住个几天 没有任何压力 那么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